一不拆散别人家庭,即使在喜欢,二骗我可以,请你注意次数,三如果你拿我当混事,我会以同样的方式对你,四我可以装傻,但别以为我真傻,五我可以容忍,但别超过我的底线,六我不是没脾气,只是不轻易发脾气,气乐和真话,我都能接受,怕就怕没有真话,我选择善良,不是我软弱, 因为我明白,善良是本性,做人不能恶,恶比高报应,我选择缘绕,不是我退缩,因为我明白,忍一远风平浪静,让一让天高海阔,我选择宽容,不是我怯弱,因为我明白,宽容是美德,美德没有错,我选择真诚,我有话就直说,因为我明白,微信奉承是应付,忠言你而是负责, 我选择饶恕,不是我没原则,因为我明白,得饶人时且少人,不能把事做绝了,我重心意,不是我太执着,因为我总是想着与朋友们相处的美好时光,割舍不了那份难得的缘分和情谊,不应该掩饰内心的情感, 我明白欺骗没有好下场,背叛没有好结果,我选择后到,不是因为我粉桌,因为我明白,后得了能在物,祝人们快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